大家好 欢迎观看中华佛运 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 幽玻璃是唯一一个来自于草根阶层的贱民 在印度四个种姓当中是排行最末的守托罗 但是性格决定命运 恰恰是因为身份低微 他自闭内向的性格 使得他能够坐得住冷板凳 肃心肃念 严格持戒 出家几十年 从不外出钻研戒律 是佛陀最信的过的 被称为持戒第一的比丘 当佛陀灭度以后 是他送出了律部 成为千秋万代佛教僧侣的行为标准 根据《佛本行集经》和《众阿汉经》的记载 幽玻璃几乎是当时僧团里面 绝无仅有的出身寒威的比丘了 在古印度实行的是种姓制度 幽玻璃作为守托罗的种姓 第一见到出生就注定为奴 他们在路上如果遇到高贵的婆罗门和刹地利 要跪在一旁绕路 如果胆敢偷看一眼 眼睛就会被挖掉 如果敢于争辩 舌头就会被割掉 这样的社会现实 幽玻璃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在嘲笑轻辱当中 养成了自卑内向的性格 与世无争逆来顺受 他唯一的福报就是 原生家庭的父母比较深谋远虑 知道为孩子的规划未来 让他学一门理发的手艺 将来可以养活自己 而且风吹不着 日晒不着 外衣理发的手艺高超 会被有钱的人选中 也能少受点苦 幽玻璃真正有出息 他的理发手艺炉火存清 口碑也是传播 经过层层的选拔 成为了宫廷里面的御用理发师 专门给小王子们理发 有他上手 孩子们便乖乖的不哭不闹 逐渐顺利的长大到了 青春期 知道爱美了 对幽玻璃的技术 更是离不开了 所以当堂兄弟 表兄弟等七个王室的子弟 出家的时候 他们舍不得幽玻璃 把他也给拉去了 王子们在树莲里面告别 纷纷摘下了金银首饰 送给幽玻璃 但幽玻璃作为王子 离家出走的知情人 怎么可能再回王宫 而不被处死呢 对于自己一围裙包裹着的金银珠宝 他毫不留恋 直接挂树上随人摘去 自己寻着王子们的脚印 追踪而去 这是他此生 第一次这么勇敢的自己做主 他在出家之前呢 就有四禅功夫 幽玻璃到了京社附近呢 在门外徘徊不敢闪入 但他的有幸有缘 在门口遇到了佛陀 上手的第一大弟子 舍利福尊者 尊者好奇的问他 在这里哭什么 幽玻璃跪了下来 说尊者 您不认识我 但我知道您 您追随佛陀 回到了加皮罗魏城 醒亲的时候呢 我见过您 哦哦哦 舍利福突然想起来了 是有这么个人 佛陀回家探亲的时候 宫里的小礼法师 来帮忙洗礼 当时幽玻璃自卑胆怯 不敢见到伟大的佛陀 紧张的跑回家 跟母亲诉说 鼓励了半天也没有用 母亲只好说 好吧 为娘陪你去 一个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拥有着精湛的理发手艺 却因为不敢见人 而由母亲陪同 可见呢 优伯里老实到了何种程度 请问世尊 您觉得优伯里 理发的手艺怎么样呢 在旁边关注佛陀 在旁边关注佛陀理发的母亲 俯身毕恭毕敬的问道 佛陀说道身体显得太弯了 优伯里因为恭敬佛陀 一直弯腰操作 他赶紧站直了身体 集中了心力 据说他据此有了进入出场的功夫 请问世尊 此刻优伯里剃发怎样呢 母亲过了一会儿 又跪下来 再问佛陀的感受 哦 他现在身体好像又站得太直了 佛陀抬头看了一下 优伯罗一眼 优伯里重新调整了身姿 不敢妄想 一心一意 据说他据此有了进入二禅的功夫 世尊 你再看看现在的优伯里 剃发如何呢 入膝太粗了 优伯里一听 赶紧调整呼吸 不敢松懈 据说他已有了进入三禅的功夫 世尊 此刻您感受一下优伯里的手艺如何呢 出膝太粗了 优伯里一听后呢 恍惚的一念不生 忘记了周遭的存在 一刃剃刀呢 在佛陀的头上游走 据说呢 他又尽了四禅的功夫 在京涉门外的舍利弗呢 收回了记忆 对看着眼前这个 惠根很好的年轻人 爽快的带着他去 见了佛陀 在佛陀出世之前呢 其他的教派盛行 出家修道的几乎呢 是普罗门族的专利 优伯里这样的低种性呢 是不可能出家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佛陀其他的诸大弟子 都戏出名门 出身非富即贵的缘由 佛陀很欢喜的为优伯里剃度 为他受剧足鉴 早在优伯里为佛理发的时候呢 佛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年轻人 也是自己的弟子了 优伯里之后呢 佛陀广开佛门 四性平等设化 佛陀说道 你很有善根 我知道你肯定会有成就 你将来一定能够宣扬正法 拔提王子等虽然出家了 但要经过七日修行 忘记王子的身份才能提度 七日那天 拔提阿那律等王子出官 在人群当中 一眼看到了 已经剃度好的优伯里 大家非常惊奇 一时呢 不知道怎么样称呼才好 佛陀威严的说道 出家学道 首先呢 是要降服娇慢心 优伯里先于你们受戒 是你们的师兄 你们要对其鼎礼 于是呢 七王子呢 齐刷刷的就败到在地 向他们的昔日的奴才 优伯里顶礼 这在阶级制度严格的 奴隶制的社会啊 简直呢 是开天辟地 低壮的奇吻呢 但是无论是 昔日的王子们 还是昔日的奴隶 此时此刻呢 都深觉出家信心 大为增强 他们精进修持 严谨半道 在佛陀十大弟子当中呢 就有四位出自 这一拨人里面 对于心爱的弟子 佛陀呢 往往呢 也是迁就的 多次修改制度 甚至戒律 比如呢 为了给大家社 刘波就延期 上交了续播的 这个通知 这一次为了幽玻璃呢 他又是 再修改了戒律 在僧团里面 修行正果的人 很多 但是犯戒的人呢 也不少 恶习 难改的比丘 有时 非法起争执 影响大家的修行 也影响 僧团的名誉 这个时候 佛陀要派一位 上座长老 去调节指诵 德高望重 能够明辨是非 主持公道的幽玻璃 每每呢 都是奉佛命前往 作为和平的使者 和佛陀的钦差大臣 幽玻璃所道之处呢 就如同和煦的春风 吹化了人心的尖兵 大家呢 也都很给面子 征诵呢 就到此停止了 幽玻璃善于息事宁人 而且呢 笔触正是笔触断 调解呢 之后呢 就翻篇 不会呢 扩大正是 散播当时人的糗事 更不会呢 两边传闲话 引起呢 新的矛盾 但是有一次 幽玻璃觉得呀 这次正是非同小可 必须要佛陀亲自调解 就 借故呢 推辞道 袈裟很重 若路上欲语 一时不易干 再带一件呢 备用 在安居的期间呢 又不合戒法 请佛陀慈悲 这次呢 不再叫我去好吗 佛陀让幽玻璃 先去调查一下 弄清楚工作量 和行程 在内的时间 幽玻璃说 去城 要两天时间 停留 要两天时间 返程 也要两天时间 至少要六天时间 佛陀说好 从今以后呢 截下安居期间 比丘留一两件 以六天为限 以法来迁就人 可见 幽玻璃的重要性 有多大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